3加4竟然等于5 有趣的楼梯悖论 你能发现路动吗 我们都走过楼梯吧 但关于楼梯也有一个有趣的悖论 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画一个二阶的楼梯 它的水平方向的边长为4 数值方向的边长是3 而楼梯的总长度 则可以分解成水平方向的长度4 数值方向的长度3 也就是说楼梯的总长度为3加4 即使换成四阶的台阶 根据上述分解法可以计算出 其长度依然为3加4 其实无论是多少阶的楼梯 其总长度都是3加4 但如果楼梯是无穷阶 而两个边的长度依旧保持不变的话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根据分解法能够计算出 此时的楼梯的总长度仍然是3加4 但是根据三角形的勾股定理 我们可以计算出 此时直角三角形斜边的长度是5 也就是楼梯的总长度 也就是说3加4等于5 这样的计算看上去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3加4等于7 那么这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发现了吗